各國盜版電影、連續劇供民眾免費觀看 不消人士借機在網頁及影片中安插廣告謀取暴力 這類網站在網路上處處皆可查到 今年4月檢警才查封全台最大盜版追局網站封林網 日前癥結依違反駐駐全法起訴 近期也積極查棄非法影音網 年底將會有一波行動 這幾年來其實我們一直在打擊一些非法的OTT 就是線上的影視盜版網站 還有我們所謂的機上河 那從這幾年我們查了一些千尋機上河 或者是安博的機訪 那我們也在今年破獲了一個叫夢想機上河 還有一個最大的網站叫做封林網 那這部分的話其實未來我們會針對其他 例如比較大的一些千尋網站 做所謂的掃當的動作 警方表示這類網站通常以國外架設或是相片為主 躲避查棄但仍然有跡可循 目前鎖定百大追局網為下波查棄重點 我們再呼籲一下民眾就是說 其實侵權的部分如果民眾去看的話 其實鎖長業者他做所謂的廣告的點擊收益 那民眾也是變相在讓國內的產業消失 那當然盜版業者的部分我覺得也不用心存僥倖 因為即使網上IP在國外 我們能夠透過一些電信網路的追查 將你的線索找到然後省之以法 所以請這些不法制圖不要心存僥倖 非法網站的收入只會進到個人口袋 無法幫助任何內容製作 警方還是呼籲民眾支持正版拒絕盜版 且切勿下載轉傳以免觸法 或是傳遞連結助長歪風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 谢谢大家